我们就把删除跟修改 我这边的话删除 而且把结果给显示出来 另外的话修改 修改完也把结果给显示出来 不过删除的话 可能就不要一直删 因为删到最后可能就没有资料 那边你要再新增 那怎么样删除 其实就是黄色这个区域 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删除 接下来的话我是建议各位 在删除资料之前 一样把Seqlite02把它复制贴一下 然后改一下这个Seqlite03好了 03H第三个范例 并且把它打开 用这个来改 那改的方式的话就是什么 我在查询之前 先做一些事 什么事呢 就是删除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把第六笔的资料删除的话 那我应该如何撰写 其实特别主要 一样主要是这两行 这个改一下 当然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类似像这样 input 特别就是它有卡命 所以我们写的方法 可以这样子 假设我要删除的话 主要有三行 第一个的话就是一样是一个Seql语言 后面的话 比如说我今天要删第六号 那叙述的方法就是Delete from table01 特别注意哦 Delete from table01 就是我要删除这个表的资料哦 但后面你必须跟他讲说你要删除的是哪一笔的资料哦 如果你后面没有加会有的叙述的话 那会怎么样 全部不见 对 Table 明显 不是 Table 还在 但Table 里面的值不见 对 全部不见 OK 这个跟Delete的那个Table不一样 Delete table叫Drop table Drop table 我们刚刚不是有新增Table叫Create table 删除就Drop table 然后Table名称就这样 Drop table 然后后面就是Table01 那这个Table就不见了 如果是Delete from table 是说把里面的资料删掉 但是它的Table还在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有时候 我是还蛮建议 因为学Seql语言的CP值非常高 因为以后的话 我讲过了 这个Seql语言已经存在三十几年了 还没变化 而且它对任何的资料库都是相通的 那另外的话不是说 只能用程式去传递这个Seql语言 很多地方 也可以直接透过 那个打指令的地方 可以跟资料库沟通 比如说你要要资料的话 你可以直接打指令 它资料也会给你 OK 所以这个Seql语言还蛮重要的 OK 那如果说我们后面加一个Hill叙述 Hill哪个栏位 它的资料是多少 输入6 所以我们就一样Eql 最后一定要记得Commit 只要除了查询不用Commit 因为查询是唯读 读的话没有变更 没有变更不用Commit 但是如果你有变更 比如说新增要Commit 删除要Commit 修改也要Commit 但是查询不用 查询我读 读而已啊 我没有影响到原来资料库 OK 好那做完之后我们来试一下 执行 帮我把第6笔删掉 有没有发现 Seql出来的结果 6不见了 有没有 再来的话呢 输入5 5 5会不会不见了 再执行 5就不见了 再删了就没有了 OK 所以我们就大概就Demo 如果说你要做条件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 这边再加一个什么 串一个X 然后上面的话呢 就加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呢 请输入删除编号 就类似像刚刚一样 请输入那个编号 然后就跳一个 请输入这个编号 X大写 这边是大写 这边也要大写 就一个条件 请输入删除编号 那如果输入4的话 他就把4串在这边 然后帮我delete掉 执行看看 4 Enter 有没有 4就删掉了 最后的话呢 我们就是做那个 把它复制一下 贴上来 那一样我把它改成04 04 update update什么呢 就是修改 那修改的话呢 其实道理的差不多啦 主要是这个地方 就是本来是delete from 对不对 要把它改成什么 就这一串 当然如果你记不起来 没关系啊 你可以把它当范本 就是呢 你可以记得这一串 就是什么呢 update 后面的话记得哦 就是加什么呢 加上 有没有 update后面加上什么 你的table名称 然后呢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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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的栏位就是要修改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把那个第三个这个编号的电话号码 改成叫做 现在是987 改成789 那我现在怎么改 应该是 这里面的话应该是set 02 变789 然后会有number等于什么 number等于就哪一个编号 3号 所以特别注意哦 会有后面是编号 前面的话呢 才是你要修改的 ok 我改成789 然后改完之后呢 帮我把结果列出来看看 所以你会发现现在是987 执行看看有没有修改 它一样要砍并哦 如果没有砍并就不会成功哦 错了上面有多一个 这个要把它拿掉 这个把它注解掉 把它执行一下 因为这个刚刚多一个 哎有没有 789 就改了 如果要改 第二的变成 654变456的话 那这边改number 改2 那编号部分的话 你就把它改成 改成456 好 执行看看 ok 这样的话 456就变更了 ok 所以基本上 我们今天就用 比较重点式的 先跟各位讲 就是 如何新增资料 查询 删除 修改 这四个最重要 反正资料 不用来用去 都是这四招 这四招应该可以打遍天下 真的以前都要写一个进销存 用来用去 都这四招 绰绰有余了 ok 所以如果你其他还不知道 那没关系 先把这些重点掌握住 那回去的话呢 有时间呢 请各位 就是把那个后面还有一些 范例 包含什么呢 包含就是说呢 如何把那个前面讲过的 会员资料 总共50个会员 帮我 新增到资料库里面 然后把它查出来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再把今天不是全省邮局地址 对不对 总共有25个档案 看你要建25个资料表 可以啦 或者是说你合并完之后 建一个全省邮局地址就好了 ok 后面还可以查询 而且可以在下一个条件 筛选条件 比如说在哪一个县市的哪一条路上面 有没有邮局 那你怎么筛选 ok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那今天的话大概就是讲完这个 SQLite的最重要部分 那回去有时间 它程度比较好的东西 可以再玩玩看 MySQL MySQL 我在云端上其实也有放一个讲义 不过这个算是进阶的用 进阶的 进阶的 使用 SQLite应该是放在 第 第几个单元 SQLite 我记得我后面有放 SQLite的 这个部分 应该是在 第八个单元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也许自己可以玩玩看 但是MySQL的话 变成你要自己去架设 一个MySQL的 server 它有点像是 一个网站这样的架构 就是我里面会有包 一个懒人包 那个懒人包就是 它可以除了把MySQL架设好 里面也可以有一个管理的工具 也可以帮你弄好 另外如果你要写像PHP 的那个网页动态网站的话 其实也可以用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其实用途还蛮广泛的 但难度也是不算太低 所以自己有时间的话 斟酌一下 那一样我会把这个影片部分 帮各位做整理上要上传 如果等太久一样 要通知我一下 有时候难免真的回去的话 可能有时候也是累了 然后就忘记了 其实我上次是已经把它传上去 然后也把它产生清单 但忘了贴上去 就是贴的动作我做而已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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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